場上投球的陳毅忠也是南華大學相當依賴的投手 七場的出賽裡面有四場先發 防禦率2.93兩勝兩敗 投30.2局被翹23隻安打沒有被拳打 那三陣四球是漂亮的23比11 那丟掉十三分裡面有10分擇失WHIP值是1.08 我怎麼樣做 做得漂亮 又不能被人家說你這個搞什麼東西 好球進了 三陣出局 六局是2分多勝的紀錄 我這個時候呢 三陣掉了第九棒的魚葵 哇 這個時候連續三顆好球三陣掉了 曾義薇來踢館就對了 不過因為那個時候已經是下學期了 所以也不想說要轉學大球了 那後來就從國中才開始打 就跟姬崇宇一錄 好球 有速差 好球 有速差 第三顆好球出現 這球 這第三顆好球 但是因為一雷有人的關係 所以就是直接出局了 對 當時說在 喔 這個時候 打擊姿勢變形了 不過遭到三陣 變成現學 但其實仔細想一想喔 或者是看到這些數據 可以發現 咦 大學生 哇 好球進雷 三陣出局 閒發投手陳義中的好投 絕對功不可沒 而且還送出10K 也獲選為今天的單場MVP 接下來要介紹我們的訪問了 看一下 義中 恭喜你 我是主播艾淳 在我旁邊的是球評施政哥 義中 恭喜你 你好 那義中先來問一下 今天因為我們知道 對於南華來說 是一場非贏不可的比賽 你的賽前的話 教練團有沒有給你什麼樣的任務 那自己怎麼去準備今天的比賽呢 他就跟我說 輕鬆一點 然後 我自己覺得我自己 有點綁手綁腳 因為 一定要贏 所以其實教練叫你輕鬆 可是你自己還是有多少感受的一些壓力在 對對對 那怎麼樣去調適這樣的壓力 就是一局一局來 然後 先搶好球數 先搶好球數這樣的策略 好 那 在 今天也是你 副賽以來投球數最多的一場 這場UBL以來投球數最多的一場 那談一下今天 在第七、第八局 可能 在我們推測也許是一個 教練有沒有跟你討論到任務投到哪一局為止 沒有講 就是問我可不可以繼續 問你可不可以繼續 那你給教練的答案是 我就跟他說還可以 你還可以 對 看起來在第七局的時候 那時候有觀察到 應該是你球數最快的一局 那本來以為那時候好像會是最後一局的投球 所以那時候第八局繼續投貝安打完之後 更精采的三連K 那個時候教練上來跟你說了什麼 嗯 他就一樣問我還可不可以 哈哈 那你直接連續三次三陣 我跟他說我還可以 還可以 是是 那今天啊 在回想整場投球裡面 有沒有自己覺得比較有危機啊 或者是覺得在那個打席的當下 比較不好面對 那最後怎麼樣去克服 嗯 其實沒有想什麼 就是想辦法投進去而已 想辦法投進去而已 嗯哼 那 那你的公信們拿到這場重要的勝利 那剛才有沒有隊友們之間先互相鼓勵啊 分享什麼 有吐槽一下 喔 怎麼吐槽欸 怎麼吐槽 就是 因為我 他們看出來很想拿MAP 喔 哈哈 因為我第一場原本有機會 啊 只是被學弟搶走了 啊 被學弟搶走了 所以你有想要今天搶回來就對了 就是 先表現好自己 啊 隨緣這樣 嗯哼 隨緣 那今天也是交出非常精彩的成績 恭喜你 謝謝 也恭喜南華大學前進四強 謝謝 謝謝